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放心满意医院的牌匾 原来是花两三万块钱买了的 而发扁单位居然是非法组织 在一片愤怒和吐槽之中 人们也冷静地意识到 很多退了休的原相关职能政府部门的领导 为这种颁奖活动站台成了骗局得以实现上演的重要因素 也许有的退休干部是为了商业 也许是因为人情 也许是因为被人忽悠了 但不管如何 接下来都该有相应制度规定 规范离退休干部的走学及参加社会活动的行为 有约束才会有自由 有公开才会有公平和公正 好了 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 周三 国家发改委证实 正在对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芯片供应商 美国高通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 高通公司被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歧视性收费 有数据显示 国内手机厂商每出货一部智能手机 除支付高通芯片或解决方案服务费外 还要向其额外支付3%至6%的专利授权费 而这些费用都会间接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目前 大量国内知名手机厂商都是高通公司的主要采购商 其近半收入均来自中国 在过去一段时间 发改委陆续将反垄断大棒指向奶粉 白酒 电信等领域 而就在去年 全球液晶面板生产巨头 三星 LG等企业也遭调查 据发改委表示 反垄断最终将使消费者受益 有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将马上下调 有的则将促进恢复竞争秩序 使价格最终回归理性 据悉 汽车配件的纵向垄断 将成为下一个发改委重点关注的对象 建议设定自由行防港旅客人数的上限 本周 香港全国人大代表 新民党常务副主席田北辰的一番言论引发热议 田北辰解释说 去年 自由行人数占了5430万防港旅客中的半数 在给香港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带来了严重的透支负荷 日常用品价格水涨船高 加重了本地百姓的生活压力 而就在上个周末 在香港尖沙嘴的一些街区和名品店 也出现数十名市民有组织的集会游行 向内地游客示威 并进行骚扰 大声辱骂 我自己看电视新闻的片段的时候 那些的影像对我来说 都是感到比较震惊的 相关人士的行为 不单止騷扰游客 也都令他们受惊 和感到侮辱 相关人士的行为不但骚扰了旅客 而且令他们受惊和感到污辱 对此 香港特区政府多名官员称 这一事件严重损害香港的旅游声誉 违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绝不容忍再次发声 香港警方也表示 将按既定程序依法处理 不排除有拘捕行动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从个别游客的不文明现象 到内地双飞孕妇赴港产子 以及内地客在港大量采购奶粉 此类现象已经多次引发强烈争议 而香港特区政府也已先后出台 包括全面停收双飞孕妇 奶粉限购令等政策加以应对 随着一纸清算声明 曾被国人寄予厚望 甚至梦想挑战微软视窗的中科红旗 最终在14年的勉力支撑后悄然倒下 中科红旗在成立时 被赋予中国必须拥有 自主软件操作系统的历史使命 它曾拥有国内最强大的技术实力 在优先采购国产软件政策的支持下 中科红旗甚至一度成为政府采购的主力 获得诸多国企和政府的订单 但近十年来持续经营困难的中科红旗 长期依靠其最大股东中科院软件所额外的书写支持 就在一年前由于有关扶持性资金突然停止 企业迅速陷入绝境 对于失败 中科红旗在本周发布的声明总结为 产品销量涌现 市场份额不足1% 商业模式老化 不能适应市场和用户需求 合资方多达8个 导致决策效率极其低下 在失望叹息的同时 人们更期待中科红旗14年 从发展到没落的命运和教训 能够让更多类似企业获得某种启示 本周一个原本不该被关注的话题 突然间成了媒体和公众 不得不关注并且讨论的话题 为什么医院里耳鼻喉咳的大夫 容易成为恶性伤医事件的受害者 这个话题的起因 是在以往极其伤害耳鼻喉咳医生的事件 发生过之后 本周一上午 黑龙江省七七哈尔市一家医院 耳鼻喉咳主任孙东涛 正在为患者治病的时候 被一位19岁的患者突然冲进来 用铁棍击中他的头部 后抢救无效死亡 而这起恶性伤医事件 给我们内心的冲击愤怒与悲痛 与以往的事件一样 但过程却更加令人困惑 患者在孙医生这做过一个小手术 没发生过医疗纠纷 也没对治疗提出过异议 却在17号这一天 突然出手导致医生的死亡 这一切为什么发生 我们该怎样去防范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关注医院里发生的非典型事件 2月17号本周一上午 黑龙江七七哈尔北方医院里 随处可见忙碌的医务人员 和徘徊等待的患者 一切都再正常不过 但从监控记录的时间来看 就在10点10分58秒 没有任何征兆 一体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与现场目击者说 犯罪嫌疑人进入房间后一言不发 就用钢管向遇害医生头部连续重击 最终导致医生死亡 当监控中时间显示为 10点12分28秒时 医院保安赶到现场 距离犯罪嫌疑人进入案发现场 仅仅一分30秒的时间 看到我们寻主人躺在这里 帮我们赶紧 就一起喊严地把凶器放下 他在这一瞅我们检查来 这一愣神的时候 打会儿就扑上去了 扑上去给他扑倒了 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 也迅速赶到现场 带走了犯罪嫌疑人 而遇害医生 在医院同事就地抢救 20分钟之后 不治身亡 经初步调查取证 警方证实 遇害医生是 齐齐哈尔北岡医院 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 而犯罪嫌疑人 是19岁的齐某某 就在一个月前 他曾在这家医院 接受过鼻部手术 主治医生正是孙东涛 在这个1月16号 他去住院 1月17号做的手术 鼻腔做的手术 1月23号 他出的院 服诊去了三次 服诊 服诊的过程中 医生跟他解释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你这个手术刚手术完 这种病症还需要恢复 这难道又是 起于医疗纠纷的杀医案 当多家媒体赶到医院时 从院方和警方那里得到的信息 却让记者们很困惑 因为这起杀医案 看上去实在过于让人无从预料 现在通过咱们目前调查掌握的情况看 没有他们之间 没有什么冲突 就说医生给他的解释 再几次服诊 他也都接受了 在北纲医院耳鼻后科 案发前正常工作的 除了遇害医生孙东涛 还有一位宋医生 在犯罪嫌疑人住院期间 他曾为其换药 在他的记忆中 犯罪嫌疑人从未有过暴力行为 也没有对治疗效果不满的信息反馈 像是有一些医疗纠纷 可能出现医疗纠纷的 防患医疗纠纷的一些东西 他可能提前会告知我 这包括患者的 就是跟他情绪上的疾风 或者什么都会交代吗 对他会交代的 都会交代给你 对 那你 因为查案的门诊 他不是天天都出诊 有的有的时间也是我在出诊 没有纠纷 没有投诉 甚至在出院记录上 对于治疗效果的描述 犯罪嫌疑人也是签字认可的 没可以解释 嫌疑人作案动机的理由 似乎只有警方在初步审理后 得到的信息 他这个人非常注重 支持自己的荣貌 就说咱们明显看了 他鼻子看不出明显歪 但是在他就认为 我这鼻子就歪 得做手术 做完手术之后 他感觉我这治疗 没有明显症状 还是歪 而且自己说 我这治疗之后 我这鼻子是不是 这个鼻梁骨 都有点塌陷了 我就是 就想打死他 我也不想活 案发后第二天 吹龙江省卫计委 下发紧急通知 要求各医疗单位 按照不低于20张病床 一名保安的标准配备 其实 这也无非是强调 要认真实施 去年10月份 国家卫计委那份 内容相同的通知 事实上 从保安短时间内 赶到现场 不难看出 北纲医院 北纲医院已经加强了自身的安保措施 但面对这样一起难以预判 无从预防的非典型杀医案件 却依然没有能力去制止悲剧的发生 你看我们过去这么几年来 发生了极其重大的恶性 伤医杀医事件 事实上都是病人在极度 这个 这个愤怒 失控的状态性上产生的 在医院里面设保安 设警力 这也仅仅是一些过渡性的 应对性的措施 是解决一个事后的问题 最多起到一些警示性的作用 由于伤医事件的不断出现 使医生们不但安全感减弱 职业尊严更是大范围下降 而让人痛心与担心的是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生老病死 这四个字 哪个环节其实都离不开医生 我们最需要的人 却经常被我们伤得最重 这个巨大的矛盾 最终一定会让我们自己 成为真正的受害者 但是 在问题没有解决前 全社会的确该把更多的视线 投放到医院里去看一看 因为不仅有时 在患者和医生之间会产生矛盾 在有的医院 医生和医生之间也有不小的矛盾 以至于很多医生 要走出医院门口去呐喊 而矛头 却是针对另一位同行 这件事也发生在本周 在那个大厅里面 他们穿的白大褂 手 高级口号服 达到蓝月峰 开除蓝月峰 本周三上午11点 被称为走廊医生的 绵阳市人民医院 超声科医生蓝月峰 在医院的保安和相关工作人员 护送下离开了医院 路过医院大厅时 他清楚地听到了 同事们要求开除他的声音 原来在周二的晚上 绵阳市人民医院的医生们听说 医院将由绵阳市人民医院 更名为福城区人民医院 显然这样的降级 让医生们无法接受 本周三上午 100多名医务人员集会 要求医院开除蓝月峰 在他们看来 如果不是蓝月峰 调起所谓走廊医生事件 医院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在医院的医生们看来 自从去年五月媒体曝光走廊医生以来 这件原本是医院和医生之间的纠葛 但因被贴上了过度医疗的标志 瞬间被放大 现在不止绵阳的街头巷尾 老人小孩都知道走廊医生 甚至还传遍了全国 更让医生们伤心的是 2月14号四川省相关主管部门公布的 医院等级评审现场检查 及日常监管考评结论公示中 他们医院的名字没有了 医院不仅没升级 反而被降级 大家决定向蓝月峰讨个说法 应该是大家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看法 但是他的行为和他的作为操受 有一些不当或者是有个别的属于非常不当 大家对他这种做法这种行为不认同 据了解绵阳市人民医院从2012年3月份 开始启动创建三级一等医院工作 为了这次创建 医院从天上到地下重新修整一遍 就连刚买五年的病床也全部更换一遍 前不久接受了相关机构的检查评审 医院职工一直认为这次的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 而这样的评级更是关系到医院生育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你在我们一个三级大医院工作的医生和一个二级 甚至更低级比的医院工作的医生 他在这个我们整个服务市场上的品牌 他的收费标准 他的服务人群 他工作的配套设施等等都是不一样的 自然影响到他们的收入 也影响到他们职业发展的前景 医院等级划分标准 是我国依据医院功能 设施 技术力量等对医院资质评定指标 如果这次绵阳人民医院能从二级甲等升为三级医等的话 多数医疗收费项目价格将可上辅5%至10% 我们也得要吃饭 这是起饭 我们以我们的技术 以我们的时间大得 我还在家里痛苦 收取一定的费用 这是正当的 而尤其是国家不要乱说 我也保险到爸爸 任勇说 现在医院的问题属于高层问题 不是他也不是医院能解决的 媒体所反映的所谓的过度医疗 也不是仅存在他们医院 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都是因为蓝月峰的偏执 他在医院早已经成为同事们眼中不可理喻的异类 就在今天 绵阳市福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和座谈会 发布了关于绵阳市人民医院医生蓝月峰反映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情况通报 通报称走廊医生蓝月峰所反映的问题并不存在 我觉得我不医疗是环境把我造成的这个医疗 凳子也就出了很多走 就我没有坐的地方 我就被赶出三楼了 三楼都不能去了 今年过完年回来 蓝月峰就发现 他所坐的走廊已经待不下去了 只能暂时转移到了一楼学习室 那边杀医生的是医生抢救医生 这边是医生开除医生 都是共同的家园一样的饭碗 我是医生我在哪里去就业 说 在绵阳市民医院的官方微博上面我们注意到 几乎走廊医生事件每形成一次舆情 医院和当地监管部门都会公布一次调查报告 但是这些调查报告不仅没说服蓝月峰 也没有说服医院医生和公众 不仅没有让事件画上一个句号 反而愈演愈烈 而医院评级的失败 更是把蓝月峰和医生们的关系推向了极端 中国医疗服务机构 特别是医院的行政评级 在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中国没有行政来对医院进行评级 以及评级以后带来的行政的特权的话 我相信我们免医院这些医生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群众性的力量来对抗 要求处置一个能力相对来说很弱的这么一个蓝月峰个人 针对众多的同事反感的走廊医生蓝月峰 网友们的支持度却十分高 他们大多站到了蓝医生的身后 虽然他们并不清楚蓝月峰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自己假如与他相处会不会受得了 但支持蓝月峰就意味着反对过度治疗 这逻辑在情绪上是说得通的 反正自己又不用和蓝月峰共事 简单的标准有的时候不一定会靠近真相 甚至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比如最近河南郑州一位医生 因为给一个出红疹的孩子 开出了四分前的处方而走红 大家都在夸赞他 在人们担心过度医疗的背景下 这种夸赞好理解 但问题是便宜的处方就都是好处方吗 我们应该怎样有一个更客观和更科学的标准 四片扑尔敏药价四分前 河南郑州的儿科医生秦瑞娟没有想到 自己为一位两岁红疹患而开出的药方 被晒在网络后受到热捧 一毛钱八分钱四分钱 伴随着每一次小处方的走红 对医疗处方的优劣评判 似乎早已超出医学范畴 便宜变成了好处方好医生的衡量标准 群众这种对这个廉价处方的一种热捧 也反映了我们中国当下这种 看病就医里边过度的医疗 以要养医推高的这种医疗服务的开支和费用的主要问题 小土方背后透露出的民意期待 事实上在我国医改推进中早有回应 破途以药养医降低药品收入 在医院总收入中所占比例 一直作为医改突破口 在全国公立医院推行 但在走廊医生蓝月峰所在的绵阳市人民医院 记者调查时发现 药占比降低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为了应对卫生部门的这种考核呢 它的从内部机制运转来讲 早就不是以药养医 还它从来是靠着的检查 靠手术和其他方面的绵阳医 折生科呢 医学公司在全院很多年都是明的前茅的 作为检查科室 是它们医院的一个赚钱的一个大户 在绵阳远算不上大医院的绵阳市人民医院 的确曾经面临生存困境 以及医生待遇低 留不住医生的问题 而这种情况 在正接受调查的前任院长到任之后 似乎有所缓解 破除以药养医 只是说这是一个突破口 不是我们解决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根本 想尽各种办法 约束我们医生去拿回扣收红包 其中包括通过处方 来获得一定的额外的收入 那你说我们医生就剩下只有两条路 要么呢我就离开这个行业 要么就会想出其他的办法 来规避这个制度的风险 除非你改变我们医生 获得阳光的正常的体面收入的渠道 本周国家卫生寄生委印发通知 要求从今年5月1号起 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在患者入院24小时内 需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 协议还规定医患双方全责 要纳入病案管理归档保存 而这份旨在创造和谐连结医疗环境的协议 效果几何 还有待时间验证 那么大多数医生可能会纠结在 这个医疗 这个崇高职业对他们的要求 和现实生活 对他们的挑战 这个困境当中 所以我们在2009年以来 国务院医疗方案一直在强调 医生多点职业的这么一个举措 到今天 我们在全国的几百万医生里面 真正走出目前行政制度 来从事多点职业医生是为数极少的 除非我们通过更强有力的手段和措施 下决心来大幅度的约束 减少制度配置资源 行政配置资源的这个程度 一边是医生需要体面收入和本应属于他们的名誉 而另一边是患者希望得到更适度治疗和更便宜药方 未来医改显然还需要大智慧更多投入 践行 践探索 上一周我看过一条新闻 一位父亲认为一位医生没给自己生病的孩子开出大厨方 然后打了这个医生 因为他认为这个医生对自己孩子的治疗不认真 您看当医生多难 不开便宜的药方被骂过度治疗 而有时开便宜的药方居然还会被打 这是什么情况 显然在目前的医患关系上真的是有病 而且不轻 从某种角度来说 医生正在为医疗改革缓慢付出自己的代价 而且经常是用血肉支驱付出代价 法律要惩治伤医的犯罪者 而只有改革才能真正最后保护医生们 同时也是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伤害给人身体的这种行为 好像在我这里不是我的一个底线 就那种时间来说 同窗的生命竟不是底线 周二是发近11个月后 曾震惊全国的复旦大学投毒案 被告人林森浩一审被判处死刑 而他在接受采访时 对自己犯罪原因的这番冷静分析 更令人困惑 在与摄友没有积怨的情况下 向饮水机投入致命毒物 竟成了他愚人节整人的玩笑 而在随后的十余天里 他始终沉默 最终看着室友走向死亡 为什么这么最基本的东西 当你长到这么大 而且你的智商又这么高的时候 反而会没有具备 不知道 其实我现在看什么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学习的 你有学习过吗 所以我没有 面对一条逝去的生命 两个破碎的家庭 林森浩的回答更像是一个问题 27年的成长路 成绩优异的高材生 家庭 学校 社会 为何竟缺了尊重生命 这最重要的一刻 5500万元的善款去哪了 本周 紧盯慈善漏洞的周小云 第五次向李亚鹏发难 在用自己的方式 对李亚鹏 燕燃天使基金会 长达七年的捐款名气 进行比对之后 周小云发现 曾被报道的多位明星的500万善款 其实并不在账上 而一家企业捐赠的5000万物资 也不见踪影 这一说法随即引发轩然大波 燕燃基金会很快做出回应 称名人助捐实为常见 而所谓5000万元的药品捐赠 则将分五年完成 对于这个解释 周小云认为抽象而笼统 并不认同 两个多月 五次套轰 明目涉及借公益敛财 巨额利益输送 侵吞医院建设款 周小云自称 目的就是希望推动李亚鹏 尽快公开 慈善组织的财务信息 而面对慈善恐怖分子的骂名 他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 慈善本应透明 而监督正是每个人的公民权利 死刑 赔偿原告物质损失7.3万元 当法锤落下 曾在醉酒后连开 数枪打死孕妇的广西民警胡平 终于将为他的恶行付出代价 而事实上 在案件发生后 受害者家属已经收到一笔73万元的赔偿款 不过 这钱并非胡平良心发现后的自我救赎 而是全部由地方政府先行代赔 对此 当地官员解释称 这是为了让受害者尽快得到补偿 事后 还将由胡平偿还政府 代赔的初衷 无庸置疑 然而由于近年来政府代赔事件屡见不鲜 但追偿成功者却少之又少 因此 对于胡平案赔偿问题的下一步发展 公众还是有些担心 多长时间才能还清 谁来追赔和担责 代赔和追偿账目又是否公开 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 纳税人的钱可别又一次打了水漂 最好的电影是 白鲁亚珠 黑鲁亚珠 贾德金雄再蓝隐蔽 再速来关注政治 以艰深文艺著称的柏林电影截杀 中国电影白日焰火连夺两项大奖 战上领奖派的导演 标亦南激动得一时雨色 没人想到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导演 这样一部没有巨星的小成本电影 竟能在此大放异彩 而本周当媒体走近雕一南 人们突然意识到 它的成功或许早已注定 用国际化的电影语言 讲述中国的故事 有浓郁的艺术气息 有精美好看的画面故事 还有商业电影的外壳 而长达八年的酝酿 重写三稿的剧本 和零下三四十度气温下的望情拍摄 更是成功的注角 它的成功让叹息于国产电影的人们 似乎再次看到希望 中国导演并非只能在名利场 逼头梦游 专注热爱坚守电影的他们 依然拥有感动世界的力量 任何人或事都该有底线 这样才会有约束 也才会有社会与生命的良性运转 投读者林森浩在反思自己的底线不够 然而全社会该思考的是 我们为什么没有教会我们的孩子 拥有对生命尊重的底线 而慈善事业做好事也得先见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公开透明 这样人们才会信任 无论举报者还是被举报者 谁对谁错 但我们都必须把这件事当成好事 因为真理不变不明 慈善的账不怀疑不清 好了 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 他用一个数字冲破了我们想象的底线 原来我们的一生不是在办证 就是在去办证的路上 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 自打凉胎也开始 就不断地在办证 一直到死亡都进入目的 我们不是在办证 就是在办证的路上 可谓人在正途 一个人一生到底要办多少证 广州人曹志伟给出了自己调查后的结论 103个 这个103个是比较常见的证件 比较常用的 而当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一亿人口以上办的证件 我们才摆进去 在办理这些103个常见的证件当中 我们需要重复的提交一些证件的复印件 例如我们的户口本要37次 照片50次 身份证更夸张 73次 曹志伟在广州生活了40年 现在的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广州市政协常务委员 去年广州市两会时 曹志伟曾以自己开办企业的亲身经历和调查 带去了一张行政审批的万里长征图 描述企业法人办证之难 引起不小的关注 很快又市民找到他 希望他能继续反映一下老百姓办证难的问题 这也引起了曹志伟的顾名 以我自己为例 当时公司注册联审的时候 需要企业法人的继承证明 那么你未婚 你得出一个未婚证明 拿货本去不行 那么你就想个法子 办了一个什么 像这样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情况 里面有一页写着你未婚 就我们俗称这叫未婚证 那我为了办证明自己未婚 我在广州住了四十年 我户口也显明我未婚 哪怕我是政协常委 没有面子给你 你还得变成流动人口 通过办这个证明自己未婚 包括我们一些居住证 这些能不能到冰岛身份证去呢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公民 在中国的大地上 你去哪 为什么要办个居住证明 就是一些流动人口 他如果在这边要就业什么的 他必须要 办一个留学回国人员证明 曹志伟出资成立了一个调研小组 主力是19位在校大学生 他们负责采集样本 整理数据 通过政府网站 确认每个证件 需要用到的资料 办理时间 收费情况等等 还会去业务大厅实地走访 对他们来说 这项调查既是实习项目 也是一次社会实践 走访中调查小组 经常会遇到一些奇葩的事情 比如一对七旬老人 在办贷款时需要婚姻证明 但结婚证已经丢失多年 他们拿着户口本 去民政局开证明 却被告知要回新疆办理 无奈之下老人提出 可以查询单位档案 或是由民政局 网上发函到新疆查询 但都被拒绝了 最后工作人员好心 提了个建议 让老人重新登记结婚 结婚时间从现在开始算起 之前的四十多年 都算作同居 我说我们结婚已经快五十年了 我怎么能从现在开始呢 那我的小孩不是都十分之吗 最终老人还是费了不少周折 在新疆开具了结婚证明 这种办证引发的麻烦和吐槽 调查小组每天都会遇到 经过四个多月的调研 表格越来越长 分类越来越细 最终形成了六大类 一百零三个证件 办这些证件需要通过近六十个单位部门 盖一百多个章 交二十八项办证费 就连证件照的版本也五花八门 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 实际上这些证件的技术含量非常低 我们这些部门 因为它的行政壁垒存在 它的每个部门的信息中心 其实是一个信息的孤岛 互相不沟通 靠我们的公民 奔走于各个堡垒之间 通过这些证件 去传递一个单向的信息 告诉我们这些部门 我结婚了 我大学毕业了 仅此而已 加上办证意味着还可以有经济收入 这些一切切的利益 和互相官僚主义的作风 就令到我们老百姓感觉 去政府部门办证 就门暂静 脸难看 事难办 2月19号 曹志伟带着近四米的人 在正途长眷 走进了广州市两会的政协座谈会 呼吁打破行政管理壁垒 将要群众办证 转化为未群众办证 建立公民信息大数据网 实现一正行天下 其实要做这个改变的 不难 在现有的科技手段上 一点都不难 我们只需要建立一个 全国公民信息大数据库 将我们公民的身份信息 工作信息 我们的证件上 其他的职称信息 以及我们的婚姻家庭的信息 甚至我们的经济来往 活动的信息 都装到里面去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 很大的公民的信用系统 还反而帮助了 我们政府部门的管理 曹志伟的长卷成了会场焦点 他也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因为办证问题 涉及几十个部门 和多年的成就体系 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 本周广州政协表示 将带着这张人爱证图提案 参加全国两会 希望能进一步推动办证改革 希望通过这个证 这个图的展示 告诉我们的政府部门 老百姓办证多折腾 怎么去改变这个状况 用证件去管理我们的公民 管理我们公民的行动 证明一件事情 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做了 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 可以卸下身上的一百多个证 那你想想 我们十三亿多人口 我们能放下多少证 我们能轻松地去活着 这不更好吗 大多数人活不到一百岁 可一生要办一百零三个证 除去年少的时候不会办 和年老的时候办不动 这就意味着 人生平均每年都要办一两个证 这可真是人在正途 但曹志伟们的求证之路不白做 或许 办证简化这件事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本周一温州瑞安的仙将街道 五十多名交鞋厂老板 跳入当地的东河游泳 引发岸边近千人围观 这条河曾经是污染严重的河 而公众眼中 恰恰是这些鞋厂相貌厂的老板们 所管理的企业 造成了这种污染 去年当地有老板出钱 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 后来政府加大了投入 水质有了改变 他们这才下河游泳 同时再次呼吁 全社会重视河水的污染治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 但是希望除去呼吁 以及游泳之外 这些企业家也能把 自己企业的排污 坚决的管住治理好 以后年年游 并让更多的人自愿 在轻轻的河水当中 跟他们一起游 好了 接下来看本周 还有其他哪些特写 你们认为什么样的行为 才算心情汉 他就想一想看 说一说 真的有点啊 就是你几 你先一想看 没关系 不要害羞了 没关系 现在应该是 两个性别不同的人 二月十七号开学第一天 长沙一所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们 上了让他们有点不好意思的第一课 预防性侵害 从这学期开始 由湖南省教科院编写的 《生命与健康常识》 六年级下册中 出现了拒绝性侵害的内容 这也是全国第一次 由省级教育部门 将预防性侵害 列入小学教育内容 随着全国各地 性侵儿童的案例不断曝光 不少专家学者都呼吁 要让防性侵的内容进课堂 让孩子们学会保护自己 此前 各地陆续有一些零星的学校 开设了此类课程 但编写进地方教材的 湖南省还是第一个 以前都是男生伤害女生 电视生都是这样说的 从来看这个掌机 有点惊讶 就原来自己 男生也会受到这种伤害 就是觉得这个掌机 出了有点 我还觉得我们还小 应该是不会经历这个事情的 然后突然出现 这个我就觉得 有点突然 尽管已经六年级了 但不少孩子对于教材上的内容 还是觉得陌生和意外 看了书上的案例 他们才明白 什么是性侵害 一旦发生这样的事 又该怎么办 我们这个国家的 原来比较风景 好像上阵的课的孩子 比较害羞 好像也估计到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上阵一档课 把这个理解来 是对我们这个青少女 自我保护 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程 课程很好 要上好却没那么容易 目前 唐沙市很多小学的生命健康课 是由体育老师来上 面对已经步入青春期的学生 体育老师要上好 也不容易 万事开头难 对于湖南省教育部门的这个动作 舆论还是充满了赞扬和肯定的声音 遗憾的是 这个课目前只在小学六年级开 而实际上 一到五年级的孩子 因为年纪更小 可能更需要学会这些自我保护的知识 作恶的人 可不会等到孩子长大才下手 另一个遗憾是 这个课程 目前只在城市地区开展 而性侵害的高发区 往往在农村 对象是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 谁又能来教教他们呢 本周随着中小学的开学 北京等大城市的拥堵水平迅速恢复到春节前的状况 那个正常的北京和大城市又回来了 展望下一周 拥堵只会更加剧 但是展望下一年呢 每到早高峰的时候 由于大城市当中的择校上学是一个普遍的现实 于是学生流严重增加了早高峰时候的拥堵水准 如果初中生小学生都能就近上学 拥堵会不会少一点呢 本周教育部发通知明年北京等19个大城市 要实现百分之百的小学画片就近入学 通知一出担心又起 真能做到吗 会不会有钱人更要去买学区房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啊 在一系列的担心之中 我想说改革的方向对不对 如果对那就别担心 在前进中去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就好了 就像当下的中国 好了 下一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 新闻周刊 祝您周末愉快 新闻周刊